港台體壇1、2、3 最招香港及國際體壇 跟你一起緊貼體壇盛事 港台體壇1、2、3 Hello, 各位觀眾、聽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港台體壇1、2、3 松哥, 我覺得最近天氣很潮濕 一時又冷, 一時又暖 今天又冷了 前幾天一出去的時候 看到走廊的水氣 天花板, 簡直好像滴水一樣 是呀, 是呀 不過有這樣說 一年四季 這都是香港的特色 春夏收通也有齊 是, 我有留意到一件事 通常天氣潮濕 或者真的有無無意的狀況 因為我們大家都有駕駛 是會特別失車的 還有你會看到 留意到交通情況容易一些 會有交通意外 輕微碰撞 或者都有一些嚴重的事故 最近 所以其實也想藉這個機會 提醒大家 下雨天氣 駕駛要小心一點 減慢車速 而且因為始終視野比較遮擋了 有時的天氣 所以要安全意識為緊 沒錯 最重要就是保持距離 是的 對, 塞車的原因 我想最主要是幾個方面 第一就是因為天氣濕滑的關係 大家都把車速減慢了 另一方面, 視野又沒有這麼廣闊 所以大家又把速度減慢了 沒錯 這些速度慢起來的時候 會形成較為容易塞車 但其實都是好事 但是始終我們有時駕駛 都一定要專注集中精神 以及要保持距離 這是很重要的 是的, 我們常說駕駛要小心 其實我看到最近也有些新聞 例如我們看到港隊三鐵運動員 吳太龍, 之前練習的時候 就被我巴士輕微碰撞 我也想請教聰哥 你也是踩單車 其實你也會加人很擔心你 因為我經常覺得你練單車 始終要在馬路上練習 我會很擔心 如果我知道 你問中我這個要點 其實說實話, 我也… 這裡應該這麼說 托賴, 沒什麼大嚴重的交通意外發生 但是你問我 就算在公路上踩了這麼多年單車 你說怕不怕車, 當然會害怕 是不是?自己也會害怕 很害怕 而且我覺得這些天氣的時候 已經比較地面濕滑 你也說到視線也瘦了 感覺上是會更加危險 你會怎樣小心一點? 還有一件事 因為特別, 無論你踩單車或單車 因為那個個體比較小 很多時候, 有時說 即是有時司機… 大車始終有盲點 是的, 沒錯 他又不會刻意去撞你 但有時真的看不到 所以我們不只駕駛車 要保持距離 其實踩單車, 李維斯也說過 在馬路上踩單車 冠軍不是第一, 安全才是第一 對, 所以我們一定在駕駛單車的時候 特別現在的天雨路滑的情況下 車與車之間一定要保持距離 還有我們很多時候都會有一個心理上的準備 就是我們踩單車的時候 是遇到司機看不到我們 是的, 你千萬不要… 有時真是大安主義 我在馬路上踩單車 我就大了, 我都是道路使用者 但還是那一句, 我相信以外的事 很多時候是沒有人想發生的 但是如果你有時太大安主義 還有如果又不懂得禮讓的話 有時可能對方一不留神 或者又不是那麼集中的時候 他真的不小心碰到你 我們叫做單車仔時說句話 沒有受報 有時永遠都要記住 不要說誰對與錯 但是特別我們踩單車 就叫做皮包鐵 就是身體一跌就周圍擦傷 擦傷已經是小事了 是的, 而且如果你真是很不幸運的話 如果是被一些其他的硬物撞到 或者是被一些其他道路使用者 其他的司機開車的時候撞到的時候 這些其實真的很嚴重 很危險 但是我留意到一件事 很多時候你們練車 很多時候選擇的位置都是山路 可能是鹿頸、沙頭角、森師傅 是青水灣道 很多時候山路其實都是單程的 是 也很窄 有時其實我駕車 看到一些練單車的人 我也很害怕 我不會超距 因為他們突出了一點 其實很危險 可以怎樣做呢? 可以給我們什麼意見? 有時要這麼說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是一個道路使用者 有時大家都要禮陽 但是就算我踩單車也好 所以有時在練習方面 有時我們都要選擇一些適當的時間 小車的時間 小車的時間 就是大哥,不要別人趕著上班 對吧? 你就在馬路那裡頂著 別人又不想出意外 又要讓你 你可能後面就失敗了 所以變成我們盡量…都是 有時在選擇道路訓練的馬路 有時就盡量不要選擇單程的 例如有一個挺好的路線 例如青山公路由荃灣到屯門那一段 深澤屯門那一段 因為它是雙程的 不,應該是雙線雙程行車 變成就算萬一你的單車 速度不太快的時候 就因為它是有雙線 變成其他的車都可以超越你 另外,其實現在香港的單車徑 其實都起得不錯 如果你真的在繁忙的時間的時候 就盡量不要踩馬路 就選擇單車 我們經常說一件事 就是如何在馬路上避免 其實最好避免的方法 就是盡量離開那個危險的地方 不是說我們去挺而走險 我們在馬路那裡踩 我們盡量小心一點 有時你知道香港有很多穩食車 有些上班,趕著上班 有些貨車各方面他們都要賺錢 他們趕頭趕命的 你是休閒的 變成你在馬路上 香港又少人多 馬路車又多 那時候我們作為單車的駕駛者 有時候都要選擇一些盡量 不要太繁忙的時間 我自己覺得 其實我有時看到他們踩單車 我都會明白 因為始終香港不是很多路 可以讓運動員練車 有時看到有些未必是運動員 是一些業餘外號者 單車外號者 但我都會… 我都會體諒的 但我希望他們會小心一點 因為有時 他們未必是一字排開這樣踩 他們可能有些還會比較闊 排出來 變成我們又超不到車的時候 真的很危險 是的 最好就是五太龍 這次都沒有什麼大礙 沒錯 因為接下來這個月 他已經要準備三鐵世界賽 我們現在去運動社交圈 再跟大家說更多 運動社交圈 仲哥, 這個月3月24日 會有三鐵世界杯香港站 在香港舉行 也是一個N品牌的大型賽事 是 這個賽事會在中環士道灣仔舉行 三鐵當然有游泳、跑步和單車 但距離跟我們平時說的三鐵 有一點點不同 游泳的距離縮短了 是750米 而跑步的距離… 單車的距離就是20公里 而跑步的距離就是5公里 是的, 全部是奧運項目標準的一半 在這裡也溫馨提示 下個禮拜香港在將軍澳的單車場 都有單車的比賽 場地的單車賽 這個賽事其實都非常重要 因為都是被列入為巴黎奧運 場地的項目的資格賽 一樣, 這個三鐵賽事也是 這次伍泰龍會出戰 他現在暫時在亞洲排名是第四 他這個賽事裡面有機會 希望他可以爭奪奧運的入場資格 其實時間真的過得很快 可能因為上一屆 因為疫情的關係延遲了一年 延遲了一年 現在眨眼, 還有幾個月就已經奧運了 還有, 其實現在的運動員很忙 是的, 因為很多時候都飛去外國比賽 因為希望可以在截止之前 都爭取奧運的入場門卷 那次說起羽毛球隊 其實也去了法國巴黎打比賽 對, 說起巴黎我覺得最搞笑的是 最近看到很多新聞 是 在那邊可能有些賊的偷東西情況 甚至乎住酒店都有運動員 可能被他們爆洩 是 崇哥, 我也知道你去過法國 你自己對法國的印象又是怎樣 我當然對巴黎就是 因為單車的關係 一定是有點情意結 但是情意結還情意結 在事實就還事實 因為那一次我記得幾年前 我就去, 純粹去旅行 就和家人去旅行 但是那個感覺就很不同 那個不同的地方就是 因為每年每一屆的環法單車大賽 最後那一天的賽事 就會在巴黎的海船門下 那一天對於整個… 不只是法國的 整個世界來說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天的賽事 你知道巴黎… 聚集很多人去到巴黎 海船門附近 很漂亮、很聰明 香捨離島那裡, 是嗎? 對, 但是你去到那些小街 橫街、雜巷 老老實實, 這裡就說實話 其實第一, 治安就沒問題 差一點 第二, 清潔其實很麻煩 第三, 其實交通都很混亂 是嗎? 真的很濟 很混亂 所以我經常都覺得 譬如你橫過馬路 有一種感覺就是 你要有他們那種文化 如果你不過, 你就沒什麼機會過 是不是好像玩遊戲 青蛙過河那些? 是 你看到沒有車就很攝進去 沒錯, 沒錯 如果不是都很危險 對, 治安就不在話了 因為始終, 特別是法國、巴黎 都是在整個歐洲來說 一個比較核心的旅遊區 變成有很多一些 他們來說 目標的地方 目標的地方 對著遊客 所以治安方面 就真的慢慢地 就是當時 是 我自己也在17年 都去過巴黎一次 都是因為工作 那時候我記得去巴黎 那些朋友都提醒我 你乘地鐵要小心 因為說很多爬手會偷東西 是… 但因為我那次是一團人去工作 所以我就沒有機會 暫時沒有機會 感受到地鐵站 但我也感受到你說 其實大街小巷旁邊 清潔也差一點 因為你會聞到有尿味 其實 是… 我不知道是歐洲文化的關係 還是… 特別是巴黎 對, 真的很多尿味 自由 自由 對, 而且你也會看到 其實街道上… 你會感覺到有些人 好像會… 尤其是看到你是遊客 或者是亞洲人 都會小心… 就是你要小心點財物 你會看到他好像不斷地打量你 沒錯 但是由於始終都是四年一度的奧運會 我相信巴黎的市政府 都會著手在短期內 都要去處理這些問題 是 因為始終你… 其實在比賽那一段期間裡 我相信都會世界各地 都是超過幾百萬的人 就會去到那裡去觀賞比賽 對整個法國的國家來說 這個形象也很重要 沒錯, 其實除了搞好奧運之外 治安也真的很重要 因為其實這麼多人去看比賽 又或者也有很多傳媒的朋友 要去做事都會很擔心 可能自身的安全問題 我看到當時我住的酒店 可能都很安全 就沒有這個爆洩問題 但是今次看到台灣的羽毛球獸 大志榮就說他住的酒店 就有爆洩的問題 他就在這個社交平台請教 到底有什麼方法可以 預防別人爆入酒店房 看到一些香港運動員都分享 很有趣的方法 其中一個就是他會把水瓶放在門口的位置 如果晚上有人爆洩開門 就會推倒水瓶 聽到就會支持有人進來 我覺得各式各樣挺有趣 另一個運動員就說他會習慣 把小圓桌可能會推近門口 就算他出了房門也會 就算真的有人叫房門進來 他也不會開得那麼順利 好像有東西頂住 你說起這個問題 我記得當年我在法國市中心 那晚的酒店 是這樣的感覺 經常聽到煤警車的聲音 是嗎? 久不久? 一個小時起碼有兩三宗 很忙碌 很忙碌 你很難入睡 不過幸好那一次 我在那裡不是逗留好 我在記憶之中好像一兩天 但是那些警車的聲音 整晚在那裡 嘻嘻嘻嘻嘻地走來走去 我自己當時的當年做法 都是最簡單 就是貼一個請罵騷擾的牌 因為我盡量都不想人家進來 撿房間 那就避免了一些誤會 另外真的貴重物品 都要更新 一定要 無論是護照或是錢 電話等等 甚至可能電腦 全部都要更新 特別護照, 非常重要 很重要 沒有了就很麻煩 沒錯, 如果你真的沒有護照 回來的時候就麻煩了 很多阻滯出現了 我們現在先休息一會 去全民運動3.3 我是Nacalie 張可瑩 今天在我身邊的 繼續在香港畫板聯合總會 會長Reef教練 Hello Hello, 你好 Hello, 大家好 正所謂 是獨自在三國 蘇草微船高 這是導演要我說的 完全知道自己在說甚麼 你也不知道是太年輕的 這首歌 我就知道了 出賣了自己 你也有些年紀 對 但為何說起這首歌 因為我們今天學滑板 是要學斜坡 其實斜坡在滑板上 是屬於基本的 還是比較進階的東西呢 其實斜坡在滑板上 必須會有的東西 尤其是街式滑板 會有很多斜台 在比賽上 或者平時練習都可以用得到 我不會用進階來形容它 因為有不同的斜度 不同的斜坡 我試過站在三米的台上 我上去之後 我就不敢踩下去了 因為原來擺完滑板之後 我覺得很高 我都… 三米是挺高的 我勸大家 所有滑板的朋友 尤其是小朋友 最初的時間找些暗斜 走路覺得是便宜的 其實有點斜 你站上去時滑板流 你也會覺得好像有點斜度 有些感覺 會有點害怕 一路一路加上就好一點 就不要像… 我看到大哥哥很厲害 一來我就要拋上去 很容易受傷 我們記住 任何運動都是安全為主 好,我們馬上去 好,去吧 我先穿一首高山低 香港想甚麼高柱未成功 高柱未成功 好 好,Natalie 我們又回到今天玩甚麼呢 玩斜路 不過這個很小的暗斜 首先不要害怕它 因為我們都是膽大心小 很多小朋友都玩到 這個斜路 今天記得之前學過 怎樣上板 站上板 站上板 站上去 你不動 我們轉了肩膀 你不動 我們蹲 基本上你蹲著它 它會慢慢流 很快 想下地 怎麼辦呢 轉了肩膀 後腳踏前面 這個板 踢走它 對了 後腳踏前面 斜路練習最重要是 濕平衡 因為濕平衡 很多人都不知道怎樣下地 跟自己記住 一定是後腳下地 後手提高 一直蹲著它 向前 太快了 我想停 肩膀轉向前面 後腳踏前 好的 掛著自己脫下的時間 儘量後腳踏下地 那你受傷的機會 就會減到最低了 好 我們現在前腳放了 好 如果我們後腳站 一上去 你蹲下 其實它會自動流前 一路向前流 好 等我來幫你 對了 蹲 又忘了蹲下 所以那些站不穩 好 一上去 蹲下 對 拉大一點 對 沒錯 好 蹲多一點 對 這個位置就對了 看著腳 看著前面 看著腳 正在動 沒錯 放鬆… 對 好 如果覺得它快 後腳踏前 沒錯 沒錯 走了幾尺 很厲害 最大的恐懼是 很怕會石角 趴下跌 好 很好 蹲多一點 對了 對了 這樣保持就對了 好 踩太實 鬆一下膝蓋 鬆一下膝蓋 好 放鬆 放鬆 對 後腳下來 Yeah 可以多一點 可以多一點 我是一個滑板BB仔 我學滑板 可能會悶到大家 不怕 讓我有請滑板 場迷網少年 李家和和仔 他是2023月 在港澳大灣區滑板公開賽 男子家式賽 金牌 讓他先示範一下 好 先看 好 剛才看到和仔做了一個滑板 這個滑板叫壓力反板 就是一個壓力反板 壓力反板 直徑而言 轉了360度 環境是180度 但人又沒有轉 他不是用腳尺快板去轉 他主要用壓力壓快板 令快板行空一個轉體 然後放上去 剛才試了斜坡 走幾尺 不要灰心 因為剛剛玩算是這樣的 當我們玩斜坡的時間 我們可以示範給你看 我們會在斜坡進階一點 就會有加速快一點 但北外乎 記住我們都是用膝頭哥多一點 我們示範一下 用膝頭哥會走得多一點 我們推板 對 以往和你推板沒有分別 都是這樣推 我們壓力一點 他就快了 上膝頭哥 蹲 上 加速 其實加速主要是 你放不放膽去 還有你知道怎樣站穩 去控制它 還有後腳推 如果想加速 你硬的時間 要硬 硬到那個力度 其實不是盲力 是剛剛我們用腳尖推那一下 有個爆炸力出來 就把板推敗了 又來到每集一 Hash tag的時間 今天學了斜坡 我們嘗試暗斜 暗斜 暗斜 我也畫了一點 一點 所以我今天的Hash tag 是… 我很有天分 哪方面呢 你畫了一點 都還在山坡上面 我的Hash tag 就是他獨自在山坡 對, 我再過幾年後 就下來找你 好, 高潔平時高 好, 我們再見 再見 再見 我要謝謝你 謝謝 歡迎各位回來 港台體坦123 崇哥 今天的嘉賓和你很有緣 以前都一起出去 很多次比賽 或者在體院練習的時候 都可能碰過 今天我們這位嘉賓 不是踩單車的 他就是打羽毛球很厲害 也是世界女子先進了55家組別的 世界冠軍 陳愛妮, Amy 你好 你好 很久沒見 兩位很久沒見 一看到馬上說回以前的往線 1996年亞特蘭大 很開心 很開心 對, 亞特蘭大是香港代表 也有奧運資格 那時候就剛好奧運資格 是… 打資格賽才能進去 是, 還有做… 也不容易 混合相打好像第一屆 混合相打第一屆 就是那時候開始 是, 之前那個沒有混合相打 你當時拿奧運資格 就是打混合相打 混合相打 是, 奸不奸具 奸具 因為我覺得不容易 對, 不容易 二毛球比人球 拿奧運資格很難 很難, 非常難 打了一整年 打了一整年 整年的資格賽 是…不停地比賽 到處去打 就是拿積分 拿積分 是… 聽你說到其實之前 自己以往是打開雷單 但是可能在奧運之前 那時候就轉了做打這個混合的相打 對於你來說, 有什麼難度 在這裡? 很大的難度 首先, 因為我單打球員的時候 那個開球發折法 那裡往前就沒有那麼緊 現在混傷 突然間有一個男人是對手 是… 就變成開球那裡 經常都要開不了球 初初開始 其實緊張 壓力很大, 壓迫感太大 因為一開球就被對方的… 對 對手就殺下來 對, 這是問題 那你怎麼克服這個問題? 克服…其實… 第一個, 首先教練非常重要 當時的教練 對, 陳志才 陳志才 他幫助我很多忙 因為他可以說是運傷的專家 對… 他無論是技術上 教我怎樣去打運傷 還有那個心理上 都幫我找回一些… 比如說心理的老師輔導我都有 他們都用了很多方式 幫我提升這些運傷的技術 是… 當時跟你一起拿到這個資格打運傷的 就是現在的總教練 是, 何一明 是… 是… 我跟他有點相似的地方 就是我們真的很拼命 就是很拼命 但是什麼球都去追 每一場比賽都很認真 但是有一點就是 可能我們差一點就是 那個進攻力都需要再加強 始終我們屬於防守球員 是… 變成我們打96年亞德蘭大的時候 是… 應該是前16才能進入奧運 是… 我們第一場是16隊 對… 對那個… 我記得你說你對著你 當屆的冠軍 對… 第一場就對…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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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一來就淘汰賽? 淘汰的 不像現在分了小組, 打輪 沒有, 是的 所以說比賽真是一個幸運成分 他們抽籤抽得不漂亮 對著冠軍 對, 冠軍不漂亮 就好像很熱鬧那樣 每一分又轉發球又成這樣 最後還是很難對 冠軍那個實在太強 但都拉鋸了很久 對, 很久 我們分數都得到很多分 但是就是贏不了 因為我們的打法可能也有關係 對, 我們屬於那些手中防守 但是防呀防呀防呀 最後還是打不死人 但是拍數很多 因為有轉發球 所以好像很長時間 那打了很久 很久 我們記得一局15分都拿了12分 對, 但是輸了兩三分 也不要緊 其實實力相當 對 但是他們是厲害很多 是打法 之後, 經過過一次之後 發現可能你們防守型的球員 有時候也不利於比賽 會不會之後轉贏一點 其實要再加強進攻 進攻 對, 因為防呀防呀 尋位 但是最後還是要吃虎 對, 沒錯… 因為能夠對得到冠軍球隊 也冒陷了 其實也冒陷了 我經常說一句話 2002年的世界盃 對… 中國的足球 是 他騙了在巴西上 雖然輸了幾顆 但是… 但是可以對到冠軍 他當年也是巴西冠軍 是 真的死而無合 是… 全世界都會看著 那場球一定是很精彩的 沒錯 也是 也是一個好經歷 之後呢 你打完奧運之後 然後怎樣 我打完奧運之後 其實我自己… 因為最熟悉都是羽毛球 我一定是… 我又喜歡教球 你喜歡教球 我喜歡教球 對, 很有成功感 因為將自己最熟悉的東西 可以傳授給下一代 我覺得是很有挑戰性 是… 然後我也會開羽毛球用品店 因為自己熟悉的 這行 沒錯… 對, 就是這樣 當時我一退役之後 我自己也一直有保持打球 所有的比賽我都有去打 即是沒有停過這麼多年 就是分年齡那些 是, 分年齡 那豈不是全贏了 基本上可能有喜歡 難不了你 還有一樣東西 再說 那個退役之後 那個十年 可能我剛好又有一個兒子 我兒子也是打香港隊的 不過他現在已經沒有打了 就是這樣 之前是打雙打 都是賀一鳴 是他的總教練 他又帶我們下一輩 是… 那個十年 又是失去了自己的私人時間 又是羽毛球場 又是長大了 小朋友去操練 就是這樣 那你自己一退役 就成立了一個球會 你當初其實是抱著了什麼理念 或者抱負去搞這個球會 第一件事 我就很想去教導下一代 可以真的可以培養接我們的班 找香港珍光 這些是我自己的心願 是 第二件事就是 我覺得香港人很喜歡運動 而且羽毛球 就非常… 是… 很熱滿 超級熱滿 我就打算推廣 推廣羽毛球 自己想做這件事 是 在那個推廣的過程裡面 在場地方面 因為羽毛球 也始終是一個標準的場地 是 通常是怎樣的 這個就是我們每一個教練 都出現了的問題 就是沒有自己的固定的拷場 對, 變成很多時候 你要解釋給學生的時候 第一個時間會浮動 地點又會浮動, 是嗎? 地點又會浮動 對… 就是這件事 其實每一個教練 都遇到的問題 都是這件事 我想香港的學生都很明白 無論你玩什麼運動 很多時候場地都會很浮動 有什麼固定, 我想知道 你自己以前是運動員 然後又轉型做教練 但其實自己也同時有打球 你覺得這個過程 會不會令你從中學到什麼? 首先, 我自己感覺到 如果你做教練 最好自己也不斷動 自己是跟著羽毛球的… 發展的趨勢 對, 而且所有的事情都會變化 現在都不同了 跟我們當時打的時候 真的, 說十幾二十年 二十幾三十年 是, 完全不同了 現在也不同了 首先, 以前我們開球 運霜是這樣開的 現在全部都是… 為什麼呢? 其實是有原因的 以前是向前的 現在是反手 正手開球 多數是這樣的 現在是反手開球 為什麼呢? 這個就是你們問得好 就是… 因為過網那個波頭的問題 是 會快點墜下去 如果反手 反手會比較容易控制 明白, 就是正義解決了 你剛才說的問題 就是那個問題 不是, 一開球 別人就殺下來 對 這個真的不行 對 雙打通常會用反手開球 反手開球 單打就無所謂? 單打現在也是反手 不過那個位置站後 為什麼呢? 因為你單打還要顧及後場 對 如果你運霜 通常女生開完之後 就在前面 對, 男生在後面 所以你看現在所有的比賽 就是如果單打會站後一點 對, 他要準備全場 對… 現在其實國際團員 他一直都是看著那個趨勢 而不斷去改變那些制度 改變的制度 是令到那些球球打得好看 打法又… 對, 打法又不同了 所以就變化了 就好像剛才你這樣問的 那得益了什麼呢? 所以我做自己做教練的時候 就一定要去練 自己要練 練完之後 你就要去看 看那個比賽 以及現在的趨勢 看得多 你就自然做 我們就會看得明白 這個技術有什麼變化 我們可以把這些感覺和技術 教給我們的學生 所以為什麼我要動就是這樣 當然我也是因為很喜歡看舞球 是… 當自己運動 這個也是我自己想要的 真的嗎? 真的很少運動員退役之後 都繼續打, 還要去比賽 還要是你打得很高水分 甚至是可以得到這個先進組的冠軍 其實一點都不容易 那你參加這個先進組的賽事 是有什麼資格才可以去參加比賽? 首先你要經過 香港演武球總會的挑選 你就要將你之前的成績 你打了什麼成績就上報去做 那這種可能就要討論 推介你是不是 是否你適合去參加這個比賽 那有沒有說有多少個名額 可以被選擇去參加先進組的比賽? 這次好像我們有14個人被選擇去參加 但是到最後都可能不知道 我自己就看那些 因為35歲以上以下的 即是以上的 才能夠打的 是…35歲 對, 35歲 如果再後生… 先進組 公開組的那些就不可以 對, 越是年輕的那些就越難打 我看到35歲早那些 就簡直的技術和速度力量… 跟現在那個當打的沒什麼分別 是… 真是幸運 可能我老了… 就打這些高一點的年齡 就是決賽 你說如果打我們這些孫進組 那真的不能打 是… 很厲害 你去到這個孫進運動會 這個羽毛球比賽 會不會見到很多以前舊對手 或者… 我打了應該是五場球 有第一輪一直到冠軍 打了五場球 第一場對法國 那個反而我覺得他應該不是打專業 然後第二場的時候 那個英國那個 就以前我們見過的 是, 見到了 就已經對到了 又擦身而過那一隻 對, 第三場那個 其實是最難打的 就是上一季的亞軍 是, 我因為未打過 我還不是種子 是… 將我抽… 抽到對著他 然後我也… 現在好, 有電視 可以看他打的東西 分析一下他的技巧 分析一下 就是你也簡直是有賽前的分析 有分析 就是看一個對手在哪方面 是… 還有好就是什麼 我朋友自己都是高手打羽毛球 我直接發給他看 他又幫我去分析一下 教我怎樣打 我又是做得到 做得到之後 我又是兩局都贏了他 所以真是知己知彼 要的… 真的不是說笑 你一定要看他的對手 他在哪方面是強 哪方面弱 針對他弱的方面去進攻 他那個二號種子很高 又有力 德國的 他應該是一些很主動的 很主動的 他一壓到你 進攻球手 特別我們這些比較叫做先進組 那個起動比較慢 我們一定是這樣 內熱 對 沒那麼快進步 所以一定要避開他第一板 避開第一板 我就不開高遠球了 我直接… 免得他殺球 免得他第一板就控我 因為控著我的時候 我要起動一定是很辛苦的 是… 就有高手點我 教我怎樣做 我提點我 我就開…追身球 去追身球 他… 是… 是追身球之後 然後他那一板 第一板 他就沒那麼… 令到我那麼被動 是… 是…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然後後面我就打多板 誰知道我就發現了 他那個叫做… 屬於心理是沒那麼… 沒那麼好的 是… 他自己… 因為上一屆他拿了牙筋 沒理由… 我又沒有… 不是種子 他沒理由… 就是… 那麼難打 誰知道 但是拍數一多 他又出不了他的… 那個壓迫我那些技術 之後呢 他自己就失波了 就是… 這些就是打多板 那當然了 他可能沒有看你的影片 是… 以前是這樣的 你就有看他的影片 看完之後就做了一個分析 然後就請教一些專家 應該怎樣對打他 又令他嚇壞了他 一直嚇壞了 他都沒想著… 為什麼我拍… 這麼難打 球球你都可以和我截得到 是 然後後面第四場 就對… 那個應該是四進二的時候 就對到台灣的… 台灣球手… 也很厲害 是… 他也是我們那批的角色 我以前也看過的 看過的 一整天都是打 那個又很高的 一七幾的 很高 對,沒那麼高的 一七幾 又是壓迫感很重的那些 但是我就發現他… 他的腳沒那麼好 因為我看到他包紮 我一看到他包紮 我打算要先守著第一板 是 然後我如果再打幾板 應該可以贏到他 就真的是這樣 他走得不太動 但是手法仍然存在 是,技術也存在 但是可能年紀又回到上下 可能有點傷患 是 走得不太靈活 是 是,很厲害 我看到其實你這次比賽 是不失一局之下 贏了冠軍 但是到了最後的冠軍賽 是不是很大挑戰 還是很順利的贏 也比較順利 但是這個最後一場是日本的 日本的,以前也是見過的 也是厲害的 也是我們舊的… 國家級別對手 對 是的,我反而覺得 那個…他的能力就沒有這個… 台灣的那個… 台灣的那個… 對,還有那個… 德國的那個… 德國的那個強 是 那就比較容易去控,我是控制他的 就是這樣… 就是艱難的在前面… 已經在前面… 已經破了 就是這樣 你去這個先進比賽之前 有沒有想過自己得到這麼好的成績 我沒有想到 就是有一件事… 純粹享受過比賽 有一件事很奇怪 我以前做運動員的時候會很緊張 緊張的時候… 即是運動成腹痛的 你知道了,運動員 但是現在沒有 我覺得很享受 而且我也沒有想到會拿到冠軍 因為以前的比賽一定要贏 現在的比賽享受過程 享受 反而豁出去了 是 打得比較流暢 比較流暢 比較輕鬆、舒服一點 發揮到 不過我回到家裡也睡了三天 其實是很累的 是,那個集中力可能很強 是… 真的很興奮 世界冠軍不是開玩笑的 會,這件事是我以前年輕時想做的 但我沒有拿到 現在好像還了自己一個心願 一個夢想 完成了一個心願 很開心 回來有沒有怎樣跟家人 或者朋友慶祝 會,我爸爸媽媽都很開心 說,世界冠軍 我會說,是五十五歲 對,我們在這裡也感受到 Emmy真的很開心 開心 可以是五十五歲的時候 得到世界冠軍 我們先休息一會兒 稍後回來繼續聽Emmy 說她的遠無求心路歷程 繼續回來看《彈123》 重哥,剛才Emmy也有提到 就是拿這個世界先進羽毛球 的女子冠軍的過程是怎樣 看到其實每一局都不失地拿到金牌 也可以說是 結束了當年職業運動員的夢想 Emmy,這個金牌 就帶了出來給我們觀眾看 你覺得這個金牌對於你來講 有什麼意義? 我覺得是結束了我年輕 還沒做過那些事情 年輕很想拿世界冠軍 但是我都沒有做到 現在可能又是 用遠無求我自己喜歡的項目 我又可以保持著 可以拿到這次叫做 五十五歲的世界冠軍 覺得完了我自己的心願 很容易,那這個旗幟是… 這個其實是BWF的所有的 就算現在的比賽全部都有齊了這些 我們是先進,變成先進運動會 都是一樣有這件事 但是就差一樣和現在專業的那些是不同之處 就是那個支票,沒有支票 對,全部都是一樣的 就是每一個拿了冠軍之後 都會有這個幫你… 就是這樣想著 像香港小姐一樣 對… 我另外看到有一塊牌子 這個厲害 這個我1996年入選… 香港代表隊 香港代表 參加… 亞特蘭大奧運會 亞特蘭大奧運會 那時候是參加雲霜 我的伴侶是賀一鳴 就是這樣 時間也很快了 現在你覺得在世界羽毛球的發展 現在的水準為什麼… 說真的,不要說打那個 我們看也看不及 這些速度很快 是 而且很精彩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我自己喜歡看羽毛球 現在都一直在看 現在世界的專業運動員比賽 我自己個人認為 首先是科技,科技改變了很多 就是球帕那方面 那個科技進步了,不同了 就是因為那個科技 可以研發到那些球帕 就更加有殺傷力 更加強勁,速度更加快 是,鞋子各方面避震、保護 原來羽毛球鞋 都有特別的羽毛球鞋 有,不是我們一般穿的 一定是羽毛球專業鞋 一定要這樣保護 它有什麼特別? 它是…它做什麼? 避震,因為羽毛球上網的時候 腳肘… 急停 對… 特別現在很多 你有沒有看到餘藥接球那些? 對… 以前我們那年代沒有的 對… 就是那個縱心好像排球一樣 餘藥接球這樣 現在速度快了很多 睡了 所以更加要保護 因為羽毛球這樣做 應該科技越來越改變 有些穿… 你看到那些人穿的那些叫做壓力褲 壓力褲都是保護你的小腿 令你可以起動快一點 爆炸力保護你的腳 沒有那麼容易受傷 就是避免它咬傷 是…這是第一個科技 但是更加重要 我自己發現了 現在的運動員的身體素質 不知道為什麼強了很多 就更加… 這些不知道是不是叫做進化了 我覺得營養好了 營養好了 他們的能力是比起以前我們那些年代 不知道為什麼更加強 身體素質 大部分很多國際的… 還有可能有些科學化訓練 科學化 因為以前沒有那麼科學化 是 也沒有做體能 各樣的其他東西 還有一點又是很重要 就是那個技術… 技術變化 技術變化就跟我們那個 直接得分改變了是不同的 我們以前是15分轉發球的 有時你看一個波 轉來轉去 有時都比較悶一點 現在直接得分很有挑戰性 總之你還沒得到21分 根本是… 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一定要得到21分 或者是營養贏了兩分 是的 這方面我自己感覺到 在那個技術上就變化了 比如說好像有說呂丹的話 呂丹的時候那個速度很快 速度很快就跟我們以前不同 那個馬步很穩的 全部都不需要跌 但是現在因為速度太快 你不可以馬步穩就撲 這些改變了 是… 就因為可能跟直接得分有關係 就是很多打法上… 進取了 進取了 還有控球往前多 令到人家升球特別是男丹 就是令對手升球 他最主要就是要想進攻 男丹很多是這樣的打法 所以譬如說如果好像防守 手中反攻的那個也有 那個就要你的能力本身是非常強的 有些日本球員那些 防守能力是很強的 他那些就不屬於進攻型 現在我們好像世界一哥 那些安菜龍那些高的 那些全部都進攻型 進攻型他就是想著先控網 控網、控網 令到對手跳球 他就有進攻 是… 逼離跳球 是… 我應該叫你教練 你這樣看很多球 那是否基本上每一場球 其實你都能夠分析得到 那個球員為何會贏這場球 我都如果… 都七七八八的… 就是找到一個原因 如果真的看不清楚 我會重複再看 可能我自己又喜歡看 還有我看球 還不是真的看熱鬧 我看他們的技術 看他們的戰術 我喜歡的 不知為何 是… 就會發現了很多 跟我們以前不同的技術 在比賽的途中 一些教練的提示 換句話說 就是對那個運動員來說 都很重要 很重要 還有這件事跟我們那時候 也是不同 以前教練不可以坐在校面 要靠自己 但現在教練有提示是非常好的 但是要跟這個運動員 本身的心理素質有關係 如果你本身是很害怕的 很緊張的那些 就算你教練再說都沒用的 都緊張 都要靠自己頭腦一片空白的 但是如果本身運動員的心理素質好的話 就很容易提示 通常一般來說 是教練在哪個時候出手呢 就是在球員的… 開始失分 對, 失分 就是叫做惡劣的情況還是… 失去一些不應該失去的球 首先這個時候就不可以說太多 我很記得我那時候 財叔是我的教練陳志才 他不可以坐在我後面 但是他坐的位置 我已經知道他是那裡 他每一次就給我提示 這個提示就令到我做教練的時候 我又用了這一招 他是甚麼提示呢 他就… 他一直跟我說可以的, 你可以的 身體而不用說話 對, 我很遠就… 不用說話 我經常都會找他的 那時候就是這樣 就是一迷惘的時候 自己是… 對, 看一看他就… 他會點頭頭的跟我說你可以的 教練點頭頭才是否真的 信心會翻了 對, 雖然他沒有告訴我 要怎樣打 那時候我一定的時候 然後我自己就知道要怎樣打 這些可能就屬於心理素質 會比較好的球員來說 那現在的比賽在後面 其實要等到那個球 跌了落地 你才可以提示 不可以他當打的時候去提示 哦, 明白, 一定要… 因為其實都很騷擾 整個打的 一球球先圓了, 圓了 對, 比如說落地之後 你才可以在後面說 但是還是要看運動員本身 那個心理素質 有時候真的一片空白 當你緊張的時候 我覺得今天 只聽Amy說的羽毛球 我也覺得聽得很精彩 而且我本身少看羽毛球 但我聽你說 我覺得很吸引我聽 有否想過 可能把這個才能 運用在其他地方 就是你說 不知道為何我喜歡羽毛球 如果你說令到羽毛球感吸引的話 可問可以… 現在香港運動員 比說普及性很大 你可以將羽毛球感有趣的東西推廣給 你喜歡打羽毛球的人 當運動 其實這件事是否好呢 是, 沒錯… 非常吸引 其實羽毛球是很趣味的 是… 很趣味的 我想都是無論一些大型的運動會 是 無論一些電視台 都會將羽毛球和冰金球 這兩個項目 都放在重點的觀賞節目 Amy又這麼開心 就拿了一個金牌 你接下來會否還有一個 什麼目標想做到呢 其實… 就算我拿了金牌之後 我的生活也是一樣的 我每天都是照顧 以前自己做運動員的節奏來生活 因為可能當運動 反而你不運動的時候 就覺得是不舒服 你的生活規律是怎樣 我生活規律 通常我都會將我做起床 或者跑一下步 或者去拉一下筋 或者去做健身 一個星期可能打兩次 到三次羽毛球 就是這樣 練習就每天都練習了 也是當運動 接著就教球 對,就會上班 其實你一直都沒有退役 就是你也是一個全職的運動員 有一樣不同 生態上不同了 有一樣不同的質量 和辛苦度沒有以前那樣 強度旺大 他不是沒有以前那麼中輸贏嗎 對,真的是這樣 但是非常享受 非常享受 非常享受 接下來你會不會有什麼比賽 或者下一屆會不會參加 是,如果是… 我想可能會… 雲霜 如果是… 有這個心願 對,如果雲霜可以再拿一屆 我覺得是很滿足的 就是完美了 對,完美了 但首先要找到一個合夥 是 那你自己心裡有沒有心目中的人選呢 心目中的人選 現在還沒找到 沒找到 看看誰可以… 太沒推薦 是,現在要困難… 沒錯,因為你都要限制年數的方面 對… 對,看到今天Amy和你分享了很多 她對羽毛球的新鞋、拿獎 以及之前練球的過程 謝謝Amy 謝謝 謝謝 啟談動靜,何靜剛 大家好 昨晚的歐聯十六強次回合的比賽 應超的曼城 在主場猶野三比一 擊敗了這個哥本哈根 加上首回合 都是贏三比一 兩個回合合計 以六比二 曼城是晉級八強 另外一場王家馬德里 雖然被R.O.B.萊比錫 追成一比一平手 但由於首回合 王馬贏一比零 兩個回合計 王家馬德里就贏到二比一 亦都淘汰了萊比錫 進入八強 今晚輪到歐霸杯十六強首回合比賽的天下 英超 中共有三支球隊 進入十六強 包括利物浦 白麗頓 韋斯咸 利物浦今晚作客對捷克的布拉格斯巴達 這隊伍在捷克來說 真是豬頭骨 你想咬它未必咬得入 更加上利物浦接下來是英超大賽 要對曼城 今晚會不會收起部分的主力呢 但我經常都說利物浦教練他不收的 他總是長長要去盡 不管下一場是怎樣的 但今晚這隊是布拉格斯巴達 我只希望他不要輸 打和在第二回合再作打算 另外這兩場白麗頓作客對意大利的羅馬 韋斯咸也是作客對德格的佛賴寶 白麗頓我就覺得較為危險一點 不過韋斯咸都可以或者能夠擊敗對手 甚至乎保持不敗 至於美國NBA的籃球常規賽 今早早無私109比119 輸了給魔術 76人也得到109 也以115輸了給灰鴻 英隊112比101擊敗騎士 火箭116比122輸給快艇 爵士117比119 兩分之差 輸了給公牛 勇士都厲害 一百二十五比九十 大勝公六 托方者120比128輸給雷亭 胡仁120比130 十分之差 輸給帝王 印第安維爾斯網球公開賽 在呂子丹打第一輪 我們中國好手張瑞 雖然先贏一盤是7比5 最後以2比6 0比6連輸兩局 是以1比2輸給日本的本獄真偉 在第一圈就行人止步 好可惜今次的男子丹打 西班牙的好手拿道 宣布退出這項賽事 尼亞德卓球大師賽 在四場八強戰 世界排名前四 好像奧沙利文 卓林浦 麥克艾倫比數都能順利晉級 尤其是火箭的奧沙利文 是連續四局打出三桿破百 一桿八十 以大比分的比數 四比零橫掃希建斯 四強的對手就是卓林浦 好了 在法國舉人羽毛球公開賽 第二天 雷子丹打 我們中國國家羽毛球好手 陳雨菲、何冰嬌、張毅曼、韓越 都能夠過關 至於男子的 就有石羽旗和綠江組 都在第二天過關 至於我們中國、香港 又是混雙發揮威力 因為在德國羽毛球公開賽 拿到冠軍的鄧俊文和謝影雪 在這次比賽的第一圈 亦能夠直落兩局 擊敗日本的三下公平 小谷賽樓 在第一圈就過關了 另外一組李俊希 不止由都以二比一 贏了丹麥的組合 另外我們中國、香港的網球 一哥王澤林 在瑞士、勞家、樂、舉人的 網球挑戰賽 藍單三十二強 面對八號總子 英國的曹尼斯基 在第一盤 先贏六比三 可惜跟著連輸兩局 是三比六和四比六 結果以一比二的局數 輸了給對手 無緣晉級 另外昨晚一場的 廣超聯賽的獨腳戲 東方以一比零 擊敗了軍業北區 今晚在修盾場館 就會進行第四十五屆 工商杯的全廣 籃球公開賽的決賽 七點 男子公開組 馬青少 對九龍城區康體育會 另外尾場 就是男子十六歲以上組 冠軍戰 滿冠隊見稱 交換給兩位 謝謝, 劉正 松哥 你有沒有想過去參加 先進組的單車比賽 有的 我知道你忌仰 其實忌仰 忌仰 這裡也讓我了解到 其實現在 世界體育項目的總會 都會在一些世界賽裡 完結之後 再去舉辦一些叫做 先進的運動員 組別的運動會 對, 好像早前 剛剛在多哈完成那個 世界游泳感優賽 我在這個社交平台 看到方力生很厲害 對, 我也是透過社交平台 才知道 原來方力生去了游 先進組比賽 很厲害 在多哈獲得兩面獎牌 一個是銅牌 一個是銅牌 一個是銀牌 目標去追著 還有還有一個平台 可以比你高水平 雖然退了一項運動員 再去比賽 我們下次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拜拜 想重溫今集的 港台體壇123 立即登上港台網頁 好, 兩天 好, 兩天 好好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